你看… 這個稻碎就是被鳥吃掉的有沒有 你看它上面這邊都… 它吃得很兇耶 那你看像這一個 就是沒有被吃過的 它完全的保存著有沒有 我差很多了 東西收一收 跟著我走 快點 快 快跑 還有一項任務對不對 飛天絕味 飛天絕味 到底是什麼東東啊 感覺是武俠小說裡面 才會出現的狠角色耶 阿玲 這終極任務就交給你了 乾杯的耶 志哥說要去找飛天絕味之前 可得先入手一樣神奇法寶 阿玲 我告訴你 我們要找的飛天絕味 就是要靠它 蛤 這 我要看看 這什麼東西啊 我聞不出來是什麼味道 這什麼 會香香的嗎 香香的啊 你想吃嗎 不想吃喔 但是我們的飛天絕味 就是很想吃它 飛天絕味最愛吃味就對了 對 這是… 有玉米的味道耶 它就是玉米粉 天啊 飛天絕味最愛吃的 就是阿玲手中這把玉米粉啦 日哥說為了協助我們鏡頭 捕捉到飛天絕味到時候的珍貴畫面 它可是一個星期前 每天早晚 一天兩次都到它最常出貨的地點 撒幼兒 超級費工的耶 它在幹嘛 怎麼有人叫我那麼輕易 看看 阿姨… 發生什麼事情 你怎麼叫牠這麼大聲啊 我叫牠 牠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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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蛤 牠說鳥會吃你的稻子喔 你看… 這個稻碎啊 就是被鳥吃掉的 有沒有 你看牠上面這邊都… 唉唷 牠吃得很兇耶 那… 你看像這一個 就是沒有被吃過的 牠完全的保存著 有沒有 牠差很多了 我們要找的飛天絕味 就是跟牠有關 蛤 你看這邊都是稻田喔 你看牠吃的樹葉有多多 很多喔 你看旁邊咧 旁邊是樹 對 這個就是牠的棲息之地 所以說樹上就是陰島啦 對喔 然後牠只要飛累了 牠就要來這邊抽吃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抓到飛天絕味 不單只是美味而已 還要幫阿姨 為名除害就對了 對… 就是這樣 對啦 阿姨 交給我們 麻煩… 阿姨 你這就對了 路就不平 拔刀相救 你一定要幫阿姨揪出 到底誰才是破壞稻田的 真正兇手吧 我跟妳討論 這絕對是電視史上的第一次 真的假的 真的 為名除害來抓飛天絕味 對 走 智哥掛保證說 牠要將牠二十多年來 為名除害的祕訣 即將首度在螢光幕前曝光 我們等一下把這些資料撒在空地中間 空地 對啊 等一下… 觀眾朋友 我有發現 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普通的空地 你就大錯特錯了 為什麼 牠其實有玄機的 你看 這是一條線 然後你看 這個是一般用肉眼 如果不仔細看 看不到的網子 為什麼線好細 對啊 如果你看牠這樣擺在地面上 我這樣看下去 我看不出來牠有網子 完全看不到 鳥也看不到 對 原來將這飛天絕味代捕到岸 就要靠空地上 不仔細看 絕對看不出來的細線網 將網子架好 再上頭撒上飼料 等到方晚五六點 鳥兒飛下來覓食的時候 就可以一網打盡 只不過 志哥啊 我們攝影團隊人多勢眾 我不相信有哪隻野鳥敢靠近啦 志哥 傻得差不多了吧 這樣可以嗎 阿倫 東西收一收 跟我走 快 要去哪裡啊 這邊有條歪字形的線 順著線 這條線好長喔 天啊 我們要去哪裡啊 走就對了 走 等一下要告訴我 快點 蹲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我怎麼要蹲下來 身子 鳥腎 被驚嚇到 被驚嚇到 對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 這條線有超級長的 我們剛剛從那個放陷阱的地方 到這邊起碼 八九十公尺有 差不多 鳥是很敏感的動物 所以我們要站在這麼遠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鳥在吃東西 然後呢 就拉繩子了 對 就是用力一拉這個長長的繩子 前方的網子就會像門一樣 從兩側往裡頭關上 天衣如風的陷阱就大功告成囉 所以阿寧啊 剩下來就是要考驗你的眼力 才耐力囉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耶 有幾隻 有好幾隻在吃耶 幾隻 來 我們去先拉這個吧 一二三喔 一二三 拉 快跑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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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嗎 有耶 阿姨有啊 快點看 有有有 哇 可以去看嗎 可以 哇 可以 一隻兩隻 三隻 不要踩進來 五隻 等一下去踩到小鳥 終於抓到牠了 哇 哇 好活潑喔你那隻 這個是什麼鳥啊 這隻叫 灰竹鴨 灰竹鴨 比較小 大概是一個拳頭的大小 你那隻比較大喔 對啊 這隻是什麼 中斑 中斑 它是屬於保育類的動物嗎 不是 剛剛真的是喔 你看 全身上的都算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其實也蠻長的 要等牠下來吃東西 然後看到有獵物的時候 一拉那個網子 兩邊蓋下來 這個體驗是我沒有看過的耶 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 五一五二 阿玲啊 沒想到 透過這一次的飛天任務 你還做了善事 幫助農民解決心頭大恨 也算功德一見啦 阿姨 謝謝 洗給你啦 洗給你處理啦 好 年輕人 謝謝喔 感謝你 不會不會 一大盤美味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看不出來它是什麼耶 有點像雞肉 也有點像鴨肉 不過很香的那個麻油的香味 很香喔 這是什麼 番茄 可是 昨天我們抓到的不是都送給阿姨了嗎 對 送給阿姨啊 這是 這是人工飼養的番茄 你說真的我長這麼大啊 我還沒有吃過番茄肉耶 它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素食店的炸雞的縮小版啊 外觀 那我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有嚼勁嗎 有 它的那個油脂不是很多 它是比較乾乾的 但是它不會太柴 咬起來很有嚼勁 而且越咬 那個麻油的酥的那個香味 會越出來 對 阿姨 你說得沒錯啦 真的是越薄越順口喔